今天是股市的周末 我们先祝福所有的投资者周末愉快 下个礼拜我们会比较崭新的开始 为什么说崭新的开始 因为这两天我大概都是在进行一些获利的动作 那这个获利的动作 其实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比较崭新的开始 我大概做了一些获利平常的动作 因为苏俄入侵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那到底这个事件会怎么样 今天碰到 这礼拜又碰到假日 所以我避开一些所谓的风险 那下礼拜我们会动作比较大一点 当然有新的标的会重新出来 那如果说过去这段时间 你没有跟上参与的人 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大盘的多头我先声明 那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后面要选举政府做多 只是在每一个震荡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选对股票 那先来看看礼拜五 我们给大家的抠讯 有一则抠讯 11点10分所发的 台股量说这里的空间会很小 那二入侵乌克兰事件 不知道影响是否扩大 那又遇到假日 这里获利调节 先保留一些资金特指说明 这让所有的投票知道说 也许一支停板我们就走 或是累积这两天赚到7% 我们也走 或是低进高速我们也走 因为这个地方是来回一直操作 那接下来重庆 你就要开始记住了 2014台股的行事里 台股的行事里 9月份有什么大事会发生 9月份有什么题材会生效 9月份有什么热门的炒作题材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是以9月5号到9月10号 有一个国际的消费电子大展 那这个电子大展呢 它又碰到了所谓的一个 这个电子大展又碰到9月9号的 那个所谓 苹果iPhone6的一个公布 那iPhone6的公布最近有两个题材 一个是iPhone6本身 它的一个手机的题材 一个是iWatch的题材 那iPhone6 iWatch会带出的题材 它还叫做所谓的蓝宝石的部分 蓝宝石基板蓝宝石部分 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主轴 所以各位要把题材抓住 那9月份跟着这些题材走 利用震荡来赚取价差 利用押回找好股票 亲自操作免费体验 那下个礼拜 各位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各位在台北股市 我们讲说今天的指数也好 我们讲说早盘最高是9446 现在是 现在的价位是9446 开盘最高是9470 是跌8点 现在跌32点 继续往下杀 那我也跟你讲过说 俄国去入供 这个侵入这个乌克兰 我们也不知道事件怎么样 会不会扩大影响 那美国昨天反应的比较慢 因为它是中场过后 那这地方我们先避开这个周末 可是下礼拜绝对是做多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是 接下来是题材的股票 那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想台北股市 我们一直跟各位讲 这个阶段操作 哪怕是9500这附近 我们就指数的激起来讲 不是算低 但是这里面还是个股表现 有一些好的股票 有些有题材的股票 有些财报 未来会向上营收 跳升的股票 它确实在低档的转折买方区 那这些股票 你可以一直来回做 也就是说 从今年的7月开始 我一直给大家一个观念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你选的股票 一定要是这种股票 你一定操作之类 先去选长线的股票 为什么要选长线的股票 因为长线的股票 它有题材 这个题材怎么样 各位 买题材 买有题材的股票 你每天就等着数钞票 你买有题材的股票 你每一天就等着数钞票 各位这两天 我一直跟你讲说 第四季 那有一个产业是非常看好 前两天我曾经公开 跟大家介绍推荐买进 这两股票叫做所谓的物联网 我想这都给大家看过 物联网第四季进入高成长期 产业结构包括了无线传输 微控制器 感测的晶片 微基电 智慧家庭 跟车联网等等 全局会员布局5272的升科 那布局价位在81.5到81.7 那5272的升科 在前两天的时候 最低还到80.3 今天已经来到91.9 只有三天的时间 你看 123 1234 只有四天的时间 从80.3 涨到91.9 各位 为什么我跟你讲说 我们做都是做产业 做股票 为什么带你买一些产业的股票 你看我不管讲任何的抗讯 我们的抗讯 都是让各位能够学到东西 物联网4Q 进入高成长期 产业的结构包括无线传输 微控制器 感测晶片 微基电跟智慧家庭 跟车联网 然后买进的是物联网的一个 所谓无线传输 5272升科 布局价位81.5 81.7 各位 这样的观念 非但说你平常 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你也跟着我们学习一些 产业的变化 我常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如果你今天做股票 跟一个老师 只是告诉你什么买什么卖 赢的就讲输的不讲 你真的一定会输死 但是你如果跟了一个老师 很认真很负责的 然后在跟他的过程当中 战战兢兢很务实的 然后都甚至还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股市的看法 大凡指数怎么走 然后个股怎么走 产业在哪里 什么样的族群 都跟你讲很清楚 然后长线破断操作 这档股票四天涨了十几块 我跟你讲他就是物联网 这么简单的逻辑概念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来今天有一档股票 他登上涨停 这档股票叫做4952的零通 4952的零通 今天是涨停板 盘中式见到涨停板 他是做什么的 他做无线充电插座的 无线充电装置的 就是说iPhone6 这一次的间谍照里面 有看到一个 所谓无线充电装置的东西 的那个孔 那代表说 以后iPhone6进入了那个 就不像过去 大家用那个智慧手机 平板电 智慧手机一样 要带个尿袋 所谓尿袋就是带个插头 因为他使用需求量 电池的库存量比较少 你到哪里都要插插头 所以那就好像提个尿袋 一样到处走 iPhone6这一次告诉你 他告诉你说 他的插孔里面 已经有开始 让你看到无线充电插座 等于说将来在家里 可能就充一个电板 那个板子将来到哪里 也不用找插座 手机放在上面 就可以直接充电 那叫无线充电装置 各位就是这档股票 就是这档股票 我过去跟你讲说 4年 4年未来无线充电市场的营收 是从2.1亿涨到85亿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 我跟你讲说 其实低点已经买不到了 各位我们从今年2月 从今年2月 5号一直到今天为止 到这两天为止 总共进行了74次的操作 那74次的进出当中 有两次是赔钱的 有两次是赔钱的 其他每一次都是赚钱的 我们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那在最近这几天 我一直跟你讲 有很多股可以长线操作 特别是这种底部 起来的股要 然后我们已经进行两次了 可能有人会说 老师为什么赚一支停板就要走 那个获利赚一支停板为什么要走 累计两趟赚一支停板要走 为什么 因为最近的行情真的很小 我们讲真话 比如说我带你做7%也好 15%也好 20%也好 我诚实讲我都会带你走 就这样灵活的操作 那事实上 为什么这支股票 在短短一个礼拜之内 我们进行两趟操作 很简单 我跟各位讲 我讲过了 iPhone 6带出四大亮点 萤幕变大 萤幕变大 你可以看哪一支 6269的一个台郡 有没有 你看这几天是这种走势 你谈产业 操作产业的 你就做这种股票 然后呢 有没有 数位相机的画素提高 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 都是你耳熟人家 第一档3008大力光 可是没有多少人能买 第二档是30 3019的哑光 我但你已经做了7趟8趟 昨天我没有公开跟你讲 我现在没有哑光 他开始拉回了 我这几天在等 等到未来拉回转转 我再进行第8趟的操作 你看我这些产业股票 都一直做 那新的开始 这两天我们退了很多股票 那下礼拜又新的开始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脚步 然后呢 再来NFC NFC 在这地方 应该讲的是 5262 应该是力旺吧 力旺我大概 代号稍微是没有记起来 好 没有关系 他是连续的7 8支掌机板 后来修正 然后接下来 无线充电 有没有 无线充电 我跟大家讲就是 我刚才讲那一档股票 一个礼拜又做了两趟加差 其实股票在低档 就有个好处 你可以来回做 或许有的人会说 老师 为什么最近股票7% 一直涨停板累计 或是18% 20%都要走 其实最近 个股一直在轮动 那这个时候 产业达到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下礼拜有两个产业 绝对是主流 我跟你讲 绝对是主流 三个产业你记清楚 一个是iPhone 6 一个是iWatch 一个是物联网 我拜托你先听清楚 iPhone 6 iWatch 物联网 一定是下个礼拜主流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介绍这档 无线充电的插座的时候 它最低是在23.3 这一天已经跑到25块多 最高已经快来到26块附近 那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去做这些产业的股票 各位我想 下礼拜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根据2014年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根据2014年的台股形势力 台股形势力 我们要再度出发做新的股票 那特别是9月份 像一些我跟各位讲的一些 电子资讯展 或是说在这个地方 其中最重要的 我认为今年9月份最重要的 刚开始最重要一个就是 9月5号到9月10号 一个叫做国际消费电子展 既然是消费电子 当然是iPhone 智慧手机 智慧手表 平板电脑 这些都是一个族群 那带出来的像物联网 像这个所谓的智慧手机 像这个所谓的一个 物联网智慧手机 甚至iWatch 因为9月9号聚传 iWatch要跟iPhone一起出来 那这传说是大家为什么会相信 我跟你讲原因 过去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新闻记者 每一次iPhone 这个苹果要出什么新机 什么款型 什么时间 什么日期 他每次预测都准 百分之百 那这次他告诉你说 iPhone 6跟iWatch 要在9月9号 所以大家会比较重视这一块 因为他每一次之前 每一次都准 好你就要跟着开始一直做 这档股票我们已经开始 每一天开始准备 已经开始动作了 他叫497的英特雷 这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 第四趟 第五趟 第六趟 我们已经开始做第七趟的动作 当然我跟你讲 跟你保证 你绝对吃不到我的豆腐 你要买最多就是一两块的获利 大概就给你吃个豆腐 但是我们每一次做都是一个大波段 那我也诚实跟你讲 买卖价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但是每一次 前一次15块3 后一次9块多 一个波段起来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那最近我们开始做这些动作 都是针对这些在低档转折 7档的股票 每一个波段 我们都操作 当时我讲这档股票是在62块8 62块8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讲 未来完成的波段 未来完成的波段 从第一季的0.66 我就预估他今年会赚到5块钱 那第二季公布出来就跳到2.27 所以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拿出证据来 第一次涨到79块1 从62块8买 66块加码 涨到79块1 当时看到财报出来是创历史新高 我跟你讲说你要选择站在卖方 接下来我跟你讲说 这种股票它会怎么走 它会怎么样 回撤景线 纵使它这一次突破景线 它也会回撤景线 到了回撤景线又做了两趟 然后接着有一天跌到66.5 很多人说 按头跌破赶快卖 我说你放心 这支股票一定会持续大涨 而且8月13号那天它会公布力多 结果8月14号报纸登了这么大一版 头条头版登了一大版 那个阶段你看到它的股价怎么样 在那个波段 11天当中涨了9块3 韩息涨了9块3 可是大盘那11天跌了多少 469点 各位下个礼拜 我们会针对这些股票来做一个 所谓操作的动作 那我们会针对我刚刚跟各位 谈到这些产业 就像我跟各位谈到的像 这个过去跟你谈到的像雅光 像最近跟各位谈到的 无线充电的装置 像跟各位谈到英特雷这种股票 那么以及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的 最近不断在操作 不断在获利的一些股票 那其实都还是在底部 所以下个礼拜 各位 如果你认同观念操作策略 愿意选常见股票的人 来买有题材的股票 每天等着数钞票 然后利用震荡来赚取价差 利用押回来找好股票 亲自操作免费体验 那礼拜一 我们开始正式的这个阶段 又正式的动作 这两天不管是二路清乌克兰的震荡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我们都已经把资金做好 规划跟调整 那下礼拜是新的一个阶段开始 那我们这个周末提供三个名额 提供三个名额 如果你有手中持股 想要亲自做换股操作的人 你可以来找我 这三个名额由本人帮你亲自服务 有任何的需要 那可以利用节目中广告资金专线 同时在这边认同我们的观念 想要跟着我们做换股操作 或是你想要知道说 我们下礼拜有新的标的 新的产业从底部要进场 包含了所谓我跟各位讲的 像物联网这种东西 包含了所谓我跟各位讲 像iPhone 6的东西 包含了像各位 我跟各位讲的在这个阶段 物联网也好 iPhone 6也好 甚至带出的iWatch的概念股 给我们会往这个方向移动 但是我们只提供三个 好康的名额 你好好把握 实验关系我们就进广告 有任何需要 赶快跟我相聚的联络 下个阶段回到现场 我们再聊 学习更有用的技能 移民署推动新住民资讯素养教育计划 课程完全免费 咨询专线 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 顾得投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 02 2579 115 顾得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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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9 115 02 2579 115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你我都安心 交通不分心 欢迎再度回到百年战法的现场 这是一档我们即将进行 准备要进行第八趟的操作 但是在昨天开始 我们已经很清楚跟大家讲说 我们这档股票 已经全数获利退出了 它叫做3019的哑光 昨天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最高是来到47.3 在这个地方 目前我们手中没有持股 这两天做拉回 那我们如果未来再操作的时候 已经是第八趟了 今年前两个月当中 第一趟赚5.7% 我们都取整数 5.7 5加5等于10 10加5等于15 15加5等于20 20再加15等于35 再加35 再加5等于40 35我看 这边是5 10 15 20 35 再加10 40 在两个月时间 这档股票获利40% 我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了 可是今年我们会一直做它 那短线的高档背离 我们不会去做 可是拉回第一档转折 我一定会带你做 那过去我们讲过这档股票 我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今年iPhone6所带出的高阶的 接下来可能明年开始 在渗透率的部分 有85% 都会集中在1000 1000万画素到1300万画素 高阶的光学镜头 那现在能做这些高阶光学镜头 当然绝大部分 六片塑胶的部分 做出来光学镜头 1000万画素 专利是在大力光手上 绝大部分 那唯一的能够跟它 它没有所谓专利问题 就是3019的哑光 它现在已经开始出1300万画素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是 每一个阶段当中 很多的产业真的要注重 那轮动 所谓的转折 你更要抓起来 如果这一波 我们就讲3019的哑光好了 这一波如果从34点多 我开始介绍的时候 到这边 其实你赚不到40%的 但是你高出低进 高出低进 你可以累积的获利 达到48 达到7次 而且这资金做完这个 又可以去做胎压侦测器 胎压侦测器做完 又可以去做那种 所谓的无线充电插座 无线充电插座 又可以去做那种物联网 物联网做完 又可以去做那种 其他的四肌的概念 你就这样一直轮流动 你会发觉 结果这一路下来 它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 我来跟大家讲 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今年2月5号开始 2月5号开始 我们的操作一直到今天为止 一直到今天为止 8月27号为止 到这礼拜五为止 我们总共进出74次 在这74次当中 我们有两次亏钱 我跟你强调都亏钱 我不跟你强调赚钱的部分 像很多老师 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我不会 我很诚实跟你讲 我们有亏钱的时候 但是我们为什么 74次里面有两次亏钱 为什么有72次赚钱 理由是什么 真的是很认真 我们都去做产业的 可是我会不会 因为这样赚钱跟你讲说 股票都很好赚 你来找我赚大钱 我不会 我跟你讲很诚实的话 股票市场有80%人是输的 20%人是赚钱 就像你看到所有老师 每个都讲得很厉害 哇 真的不得了 有没有人敢拿出证据来 或者有没有人跟你谈 产业台未来的 你看我一档 所谓的3019的哑光 我可以跟你讲两个月 我可以进出8次 一档497的英特雷 我可以做了 这个累积货率 已经超过40%以上 我可以做怎么样 来回做7次以上 我可以跟你讲 物联网的观念 像前两天的深科 到今天涨十几块 我可以跟你讲 所谓的一个 世纪概念的股票 哇 在这地方波动很大 可以来回做价差 我可以跟你讲 无线充电装置的股票 在这边就俗称 已经摒弃掉尿袋 是无线充电装置 是iPhone 6带出来 我可以跟你讲 苹果的iWatch 相关的概念股身上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一个大涨 我前两天带着投资友 去买了一档股票 叫6208的日洋 日洋 当时大概位置在这 当时位置大概在这 他做什么的 他是做 他是国内唯一一个 叫吉特先进的设备商 吉特先进做什么的 叫做蓝宝石 蓝宝石的最大的一个 金颅的供应商 就是蓝宝石原料供应商 去年涨了179% 今年涨了143% 股价创14年新高 各位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做 所以前两天还在17块多 今天涨到19块多 可是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我常跟各位讲 我不管带你做什么东西 我都会让你看到 我谈的一些观念跟产业 好了 这一档股票 我们要开始进行第八趟操作 当然没这么快 那是选择下礼拜 那前面七趟 我每一次都沉着邀请来说 今年有一些底部的股票 比如说像3019的一个亚光 你看看 如果我们从它的月线来看 当时我在这边跟各位讲说 它是一个底部起涨的股票 有没有 底部起涨的股票 我把均线拿掉 好 我把均线 我说这是一个底部起涨的股票 有没有 我当时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底部起涨的股票 然后我说你跟着我 这两个月赚了40% 我说这种股票未来拉回 我还是会买 但短线搞我就不追了 很多人就是前两天大涨 大家宣布利多去买 我多早以前跟你讲 1300万话数开始出货 我跟你讲 等到利多消息你知道的时候 其实应该休息一下 但后面你就要开始看财报 胎压侦测器这档股票 为什么一直来回做 胎压侦测器这档股票 为什么一直来回做 已经做了三趟 这三趟 像在最近的获利加起来 7加916再加3左右 好 算19% 就接近20% 如果小数点加进去 大概20% 这段时间这几个 一两个礼拜赚了20% 为什么赚20% 因为胎压侦测器 这个产业有没有 我跟你讲过 103年11月1号开始实施 105年旧的车全部要实施 全世界开始要用胎压侦测器 这是立法通过的 但是为什么短线要跑来跑去 赚了20%就要跑呢 因为盘面的集中 还是在iPhone的题材 iPhone iWatch 物联网的题材 所以没办法 有很多股票是一直轮动的 但是这样的逻辑 因为每一趟都赚钱 因为在这个地方 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进出了 大约是74次的动作 那么有些累计加起来 已经超过百分之 个股有些累计加起来 超过百分之40 50的获利 都是这样一直轮动 从2月5号开始 当然我们通常提 都是提我们输的 其实四趟里面 有提两趟输的 但是你看别的老师 绝对不会给你们提这个 那我就很诚实跟你讲说 百年账马虫 过去一路以来 坚持了两件事情 一个是诚信 一个是专业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是跟你讲 我们做股票 我们做什么股票 像这个阶段跟你讲 我们要开始进行9月份 一些大的参展的股票 那这里面 特别夹带是有题材的 那个题材包括了我跟各位 谈到的iPhone 包括了iWatch 包括了物联网 包括了4G 包括了胎压振测器 包括了无线充电装置等等 你看今年绕到这些股票上 怎么做都是赚钱 我前一天碰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什么做股票赔了不少钱 我说怎么可能 你做多还做空 他说做多 我说今年是多头 怎么会赔钱 他说每次别人报利多 他就跳进去 老师说什么好 他就跳进去 无奈回过头来看 哇那只股票过去 已经涨了一段 他再跳进去 每次都套牢 套牢杀下来又杀 抱不住后来有过高 是没错 可是他又赚不到钱 各位我每次跟你谈产业的时候 都是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开始跟你谈 因此我现在直接开动 谜很简单了结的告诉你 下礼拜新的股票出来 而且是底部的 而且是在整个趋势上来讲 整个产业来讲 整个题材上来讲 是走长线格局 这里面的方向 我可以跟你讲得很清楚 包含了iPhone 6的手机 包含了所谓物联网 也包含了iWatch的零组件供应商 也包含了所谓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之后 无线胎压侦测器 跟无线充电插座 那这些都是未来都是那种 40倍 4年之内 40倍产业的成长 或者几年之内 都是高度的成长 那我们等于说 是新的开始 那有些人想要调整持股 或者有些人想要重新跟进的 那我希望这个地方 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阶段告诉你说 在现阶段选股操作当中 一定要把握的是 操作长线的股票 然后同时跟你讲 买有题材的股票 每天等着数钞票 利用震荡来赚取价差 利用押回来找好股票 亲自操作免费体验 下个礼拜 新的股票 陈子邀请你来加入我们行列 祝福你 周末愉快 去车喔 我不只有车 去车喔 我还有司机 认真负责人久后不开车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注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注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注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家具通通破盘价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台北市领馆 清仓大特卖 要捡便宜家具 快到大都会台北市领馆 运动员是台湾的骄傲 政府的倾力支援 然然已现 他们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让你向上推进的每一寸 都有你我的一份力量 企业赞助 喜悦有故 现在这个时机 什么都斤斤计较 省电费 瓦斯费 一样要有诀窍 能销标是五个等级 集数越低 越省钱 冷气就换新 选用能销一级 电费 水很大喔 还有除湿机 电冰箱 瓦斯炉 热水器 灯号也一级 小小投资 大大回报 讲得好像是钱嫂 还不是为了节能 能销标识看清楚 节能省钱有一套 奇怪 说的